一集新公开的专辑预告影片 让粉丝网友们都十分不满 大家都觉得JYP二本部好像是故意和粉丝们作对 预告影片只有刘真和李智 粉丝们去看接下来的日程 似乎不会有其他成员的预告 但这次不是小分队活动 而是正式的团体七级回归 甚至影片里还有伴舞 却不见丽娅、采里、Yuna的身影 让粉丝们超级不爽 不知道公司为何要这样用不公平的营销手法 调动粉丝们敏感的神经 我爱们也认为无法理解 难道是负面行销的概念吗 如果要展现舞蹈的话 主舞采里不是更应该要出现吗 一集回归的话题度这么高 但却是被骂上的热搜 如果是我家偶像被这样对待 JYP就能收到卡车和调研滑圈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评伙优秀